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克感信,我是K哥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和UFO还有外星人都紧密相连的秘密计划 这个计划本应该被置于黑暗处不为世人所知的 但是一次意外的封锁行动,一个胆大包天的黑客 还有一位备受景仰的科学家将这个秘密计划以碎片的方式曝光了出来 那我们今天就来把这些碎片集齐 一起来聊聊这个听起来甚至有些科幻的太阳守望者计划 事情还要从2018年的9月6号说起 话说在这天,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国家太阳天文台 被以安全为由突然遭到了FBI联邦调查局的紧急封锁 他们把内部的工作人全赶走了 还派了黑鹰直升机在空中进行巡逻 就这样呢,国家太阳天文台一连被封锁了11天之久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 竟然会让FBI如此大动干戈呢 得到消息后,国家太阳天文台所在地的奥特罗县警长 本尼豪斯也带着人马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似乎对于这个突发事件 FBI并没有让当地警局插手的意思 豪斯警长事后表示称 FBI拒绝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只是告诉我们 在他们撤离前,我们需要随时待命 没有任何人向他真正详细说明任何情况 也没有任何人告诉他FBI为什么这么做 联邦调查局如此迅速的介入 又讳莫如深的异常举动 让豪斯警长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他说,那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但是作为警方的我们,竟然无权知晓任何信息 其实豪斯警长之所以会认为国家太阳天文台出大事的 并不仅仅是因为FBI的这些异常举动 而是他还看到有一架黑鹰直升机一直在上空盘旋监视 也就是说这件事竟然已经严重到要动用军方的力量了 可想而知,这得是什么级别的事件 连周线的警方都无权知晓 而且还让FBI甚至军方如此大动干戈 正当所有人一头雾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官方一个说法的时候 FBI当局给出了一个相当客观的解释 根据2018年9月16号 提交联邦法院的文件来看 FBI之所以会紧急封锁国家太阳天文台 而且一连封锁了11天 甚至还和军方合作派出了黑鹰直升机 如此大动干戈 竟然是因为该天文台的一位清洁工 通过天文台的无线互联网 访问观看颜色小影片导致 需要说明的是 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美国 其实成年人浏览这种影片 原则上是不违法的 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话 就是违法的 那根据文件披露 这位清洁工被指控 浏览并传播涉及未成年人 有关的颜色影片 那这个就违法了 可是奇怪的是 这种级别的案件交给县 或者市警局完全就够了 甚至可以说 这本来就是县市警局的职责所在 根本无需也不可能来到FBI这个级别 那FBI作为联邦级别的执法机关 他的职责是从国家层面确保美国国家安全 那像是下面哪个州发生什么小偷小摸呀 看颜色影片之类的 可以说FBI是不可能如此大动干戈的 也不跟当地警方合作 却和军方联手行动 这简直是太诡异了 而后来这个什么所谓的清洁工 也并没有受到任何的起诉 所以后来就有人觉得 这个什么所谓的清洁工看片事件 根本就是FBI为了掩人耳目 拿来当挡箭牌的 因为FBI确实不太可能因为某个人看片 就去联合军方如此兴师动众 除非这个事件涉及到了他们的职责所在 那就是维护国家安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FBI和军方联手 又不让警方介入的行为就说得通了 关于这一点 目前有两种主流猜测 第一个是认为太阳天文台里出现了间谍 危害到了国家安全 但是这个说法后来被FBI当局 还有太阳天文台官方都否认了 那既然和间谍无关 有人就猜会不会是太阳天文台 观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呢 因为害怕信息外泄 然后被FBI和军方突袭封锁 把那些不能外泄的信息和证据 第一时间挥手走了 封11天就是为了全方面的检查 确保没有任何的遗漏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呢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解释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 但是在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外 剩下的那个选项 就算再离谱 应该也离真相不远了 看我们节目比较多的朋友们 应该对国家情报总监这个词并不陌生 这个部门一直以来都和不明飞行物 还有外星人关系非然 而FBI作为国家联邦执法机关 他同时也是美国情报体系的成员 所以是需要同时向司法部长 和国家情报总监负责的 如果从FBI的职责来看的话 从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出发 如果国家太阳天文台 确实在观测太阳的过程中 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那FBI和军方的这次突袭封锁 看起来就合理多了 那我们都知道 美国政府一直都深陷UFO和外星人的舆论风暴 目前来看的话 有太多的证据 似乎都在暗示 美国政府确实有在从事回收UFO的工作 并对UFO进行了逆向的研究 这间接导致了美国科技 尤其是军事科技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飞跃发展 无论美国政府如何掩饰 如何否认 事件的真相似乎已无法再隐瞒下去 除了众多政府内部人员的爆料外 这其中也有超级黑客 加里麦金农的功劳 那关于加里麦金农呢 我们之前节目里有提到这个人 但是当时没有展开戏聊 因为他黑道的这些信息 简直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完美契合 跟没有看过的朋友们简单提一嘴 加里麦金农呢 是英国的一个超级黑客 在2001年2月到2002年3月期间 他依靠其高超的黑客手法 突破了美国陆军 美国空军 美国宇航局NASA 还有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网络系统 浏览并盗取了大量美国军方的绝密信息啊 被美国政府称为自911恐怖袭击以后 针对美国的又一次重大空隙 美国不断的要求英国引渡麦金农 英国呢则是找各种理由就是不给啊 那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 那就算是这样 即使美国总统亲自去要人啊 英国就是说什么也不给 这一点啊就足以证明 麦金农黑道的这些信息 不仅真实 而且呢还非常的震撼 而当年爆料的这些内容啊 和我们昨天的节目呢 也完全对得上 几点啊 全是和UFO和外星人有关 首先麦金农说 传说中的MJ12是真的 他看到文件了 就说MJ12这个组织是真的有 那MJ12委员会呢 是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以后 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 通过一项行政命令签署啊 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 这个组织的任务非常的明确 就是为了调查和回收UFO而生的 那不光是MJ12啊 麦金农还发现 美国军方呢 也在积极的参与UFO的回收计划 这整个计划啊 已经回收了多达9艘的非人类飞行器 回收了9个UFO 这个数啊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这不就和前段时间CIA匿名爆料的完全一致吗 就是9个 那巧合的是 曾经在51区 对UFO进行逆向研究的报复拉扎 也爆料说 在51区呢 就秘密存放着9艘非人类的飞行器 那这还不算完啊 麦金农还看到 美国军方在把这些UFO回收回来以后 把部分的材料分发给了某些承包商 那洛克希德马丁呢 就赫然出现在了这个名单之中啊 怎么样 听着是不是非常熟悉 那除此以外啊 CIA爆料人说 美国政府手上至少有10具的外星人尸体 而麦金农说呢 其实不光有挂掉的外星人 他们手里呢 还有活着的外星人 正在和美国政府合作 因为他在军方的绝密文件中啊 找到了一份非地球军官的名单 这个呢 也和博伊德布什曼 临终爆料的内容非常一致啊 这位顶级的科学家在去世前啊 就声称在51区 曾经和外星人共同的工作过 那这些外星人呢 很可能就是麦金农看到的那些 非地球军官 而更巧合的是 这位顶级的科学家 还曾经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担任过高级的工程师 你看 瞧不瞧 回收UFO和外星人合作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这些不断交织在一起的关键词 如果你说是偶然 至少对于我来说 我是不信的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麦金农还揭露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计划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太阳守望者计划 具体来说呢 就是麦金农发现 美国政府通过逆向研究外星科技 早在多年以前 就打造出了巨型雪茄形状的母舰 这个母舰非常非常大 可以乘坐几百个人在里面 那它的用途呢 就像是这个计划写的那样 太阳守望者 就是用来在太阳附近进行守护的 以防止其他外星文明 对太阳系进行侵略 那关于太阳周围 是否有巨型UFO活动 其实早在多年以前呢 就被民间的业余天文学家拍到了 所以这时候 你再回想一下我们节目开头 聊到FBI突袭太阳天文台的诡异举动 是不是瞬间就明朗了 你可能会怀疑啊 这美国真的有这个能力吗 起初我也是不信的 但是我发现麦金农啊 他还透露了更多 美国关于仿制UFO的信息啊 他说在这个巨大的母舰里面 其实呢 是装载了上百艘的小型飞行器 这些紫飞行器的外观呢 呈三角形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 这个蜥蜴人莱瑟塔就说过 但凡你在地球上看到的那些三角形的不明飞行物 那些都是你们人类政府自己仿制出来的仿制品 而且呢 这种三角形的不明飞行物 在研究和实验阶段 还曾经进行过秘密的跨洋飞行实验 在1989年到1990年期间 比利时军方的雷达 不仅探测到了这些三角形的不明飞行物 而且还派出了F16战斗机 对其进行追赶 而这些三角形不明飞行物多次的高调拜访 也引起了当地大量市民的注意 据不完全统计啊 这期间至少有13500人 目击到了这些三角形不明飞行物 而其中有多达2600人 还向官方提交了详细的书面目击报告 所以可以说是证据确凿啊 那在外星科技的加持下 美国真实的科技实力可能远超逆我的想象 这就让我联想到了 为什么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臭幼工厂的负责人 本里奇会说出那样一段 听起来无比自信 甚至有些自负的好言啊 他说我们真正掌握的科技 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可以做任何你能想象出来的事情 只要我们想 我们甚至可以把外星人带回来 这还用带吗 外星人不是早就来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